九千 九千一次 拍拍会场击满人 在透明橱窗前盯着黄金珠宝 八百三次 一个喊得比另一个高 原来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在母亲节前夕展开联合大拍卖 推出上千件珠宝首饰 仔细看底价从几百块开始喊 母亲节你刚好有些人 你如果说母亲也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以像准模样的东西买给妈妈 除了珠宝还有不动产土地 台北市新义区万华区 新北市的新店深坑 总共六十七笔 更受瞩目的是他 打开手电筒 仔细照啊照 2016年1月出厂的B&W轿车 放在停车场让买家上车 行政执行署表示 车主日前击欠大约三百万的 营业所得税 去年十月被查封 这回被强制拍卖 吸引不少爱好者 他这个车原价 我去查过大概是 差不多一百七十九万 目前的市场行情价 大概差不多 大概七十八十以上 所以至于基本上这个车 你拍卖的价格 基本上我们都一定抓 低于行情价 我们才会来标 特地从台中北上 看看能否成为幸运儿 这辆车事后 是以七十四万元 成功卖出 会场还有这个 一串串红珊瑚手链项链 水晶怀表 深闪发光 拍卖的这个上千件的手势 主要分别来自两个公司 那其中有一家公司 它因为资欠的因所税 大概三千多万元 那另外一家公司 大概是资欠的 劳金保费 约四百多万元 手势这部分刚好就是 如果民众要展示孝心 要来送离 刚好是个很好的选择 特地挑选在母亲节前夕 拍卖被查封的手势 上千件 预配手镯 让民众来寻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